大家好,今天是7月6日 7月6日就跌到600點 為何7月6日一定會跌到600點? 第一件事,跌了這麼多之後 你找到北水今天,嘩,昨天北水很厲害 7月6日不知是甚麼時候 所以不要緊,北水很厲害 再去看看 星行業只有一個是建築 其他不知是,不需要擔心的 我們是否上次見過有一次全光綠之後 翌日起碼有半光紅 以致是全光紅的,所以不需要擔心 我們講講為何會是今天7月7月7日 我們講講就是個別反派啦,個別股票啦 噢,沒有曬露,全部都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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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了 有一片綠,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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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小鵬汽車是升 因為它很厲害嘛 另外,反向那邊是升 華晨升 華晨因為有利好消息宣佈 好了,我們看看吧 1 7月6日 為何會今天跌這麼多點 一天,很簡單 今天很多銀行股除淨,浪銀股除淨 加上高盛又發表了一個報告 說那些浪銀股不太好 那它又補一個不是暢淡浪銀股 那它就有些差,有些好,有些不好 有些保持中間 所以就跌這麼多 就算沒有這件事,你很簡單 只是一個樣東西,很簡單 它只是一個要是除淨 哇,你要看看 建行股,差不多幾個百分比的額 那些要除淨,這樣下來就會 集中很多的中概股 即是中國股的股票 就去到一七幾,一八幾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的,落到這位是好的 真是好的 沒有說錯的 沒有說錯的,不是騙你的 真正好的 為什麼呢 你不死又何來又生呢 那麼我們說,很多人如果說這個是牛市一期的話 有人說 跟著這個叫二期的話 這樣,應該要是死下來這些位置 應該真正去到 我的心儀位 就是174的 174,175 或者不要客人,是180 那來到這裡的話 這些 這些這樣 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都179啦 最低 不是啊 175,175 那就是低一點點 很好 所以這一點是沒問題的 留意 一直我都在說 要站正在一個保利卡通道中族的上面 站不起就不好的了 站不起就不好的 還要呢 這個開始要抹口 這個抹開這個口 血盤大口而下跌的話 就好像這樣 抹開血盤大口而下跌 這樣 沒得搞的 這個東西 那就會跌 那跌多少 如果按照這個的情況 這裡的情況 應該就會是跌 1,2,3,4,5 跌到5天 跌到5天的時之中 看看 到時會不會有顆十字星啊 什麼什麼啊 這些這樣的 即是黃昏之星啊 這個早晨之星 不是黃昏之星 是早晨之星啊 是懷胎十月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來支持啦 那贊成而言 將會在19400 至到18100之間 徘徊 那再遲些 再跌下去的 就零計啦 好嗎 那要跌下去 18100之後呢 就要穿的 那就再下去啦 那當然啦 我都不是很希望 去到 181 去到175的 去到18100啦 希望好些啦 不過沒法子的 這個世界就變了 變了啦 那所以 不要說什麼 好了 我們看看 還有 有些人就說 等耶倫啊 什麼什麼東西 不用等的 沒有用的 我星期一會有篇文 為什麼說這個中美關係之中呢 死硬的 一定死硬的 因為現在美國 是要掙扎這個生存啦 不是中國掙扎生存啦 是美國掙扎生存啦 所以呢 這個就很大問題 第一 可以想想一個叫做生化保險 生化保險呢 那個好處就是 前幾天 啊 需不需要這個 好吧 好了 前幾天呢 就是 這個的是 國內改革機器說要 穩住人民幣 等等那樣東西 那所以呢 就升了上去了 那升了上去之後 那它就下來了 現在整體都是拉住的 就是 在橫向的整個局面 那所以呢 應該就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 會不會有機會 它會之後稍微升上去 那 我今早早去看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差的 現在是差一點 也不要緊啦 差也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的要求呢 就是 十二十 零一毫 二 才吸納嘛 二十零一毫 二吸納是什麼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個這個位呢 還是 二十零零一毫 就是說 要升穿了昨天 那個最高位 才可以 不要想著 穩住升穿 今天的最高位 今天最高位 我只要十零一毫 所以我就要多多兩毫 為什麼如果今天的話 可能分幾分鐘 明天要上去之後 再下來都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升高一點點 現在的市道就是 不要撈底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底是什麼 只可以高追 高追當然有高追的危險 不過撈底我覺得更危險 是吧 除非他真是好鬼好鬼好鬼底 什麼叫好鬼底 好像這些 例如建立十字升的 那就挺好底 現在不是 沒辦法資格暫時來看看 希望他再跟著升上去就好了 這個 他的PE 大約是4 PE是4.33倍 預期的息率都有7厘 大約是2.64 有五間大約推薦 2.5是中間位 2.64就是中間篇差一點點 來近三年的盈利預期 是4.164、64 和5.09 派息預期會有1.27 1.5 和1.67 按此 應該支援到7厘息 這個水平 有息口的支援 暫時真正正現在的 食息性壓 你不吃息 就不行了 好了 再其次第2隻 看看 可以考慮的什麼 就是小米 小米這幾天都會有資金吸納 小米最重要的是故事多 小米在印度上好像一窩粥一樣 問題就沒問題了 已經過了 最主要是小米宣佈了幾件事 智能製造型的智能手機系統2.0上市 大約估計已經在8月上 這個新型號也創作了這個月的高位 之後由於整體大市回落 它都被拖了下來 不過不要緊 因為始終都是有好東西就有好東西 那就這樣了 到這裡 所以這個位置是一個頗關鍵位 上破了之後你看到 全部這些位置都是頗OK的 目前一定要站起11.4.5才能吸收 今天最高見過11.4.2 為何要加多3個先 剛才都已經說過原因 不要被人摔了上來就跌了下去 因為我有幾尺都摔了上來就跌了下去 那就死了 好了 始終一定是高追 那麼它的阻力大約有11.4.2 那麼只虧價就是等於11元 那麼這個目標價暫望12元 12元是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都有很多的阻力下 這裡 升過了12元才算 那就另計 那你說它整體的走勢好沒有呢 那麼如果用一個下降軌來看的話 那你就看到了 如果它能夠升破了起 升破了起 這個是建議的買入價位 所以就是這個11.4.5 就是這裡上面 它已經升破了一個很長期的下降軌 所以這些是值得有留意的 在想想 升破了之後 先看12元 那麼當然了 12元也會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然後再上去 始終是小米那個 是手機的策略 平價那樣東西是不錯的 那麼它的市盈率呢 是24.6倍 未有派息 但我給它投資評級2.37 2.5是中間位 2.37是中間少少少少 有13間大空推薦它 未來三年的盈利 預期有4號 1、4號 8、5號 人民幣計價 都不會派息的 歷史波幅是32.77 貝塔係數1.32 而五二洲的低位是8.31 而高位是14.1 目前呢 是傾向起中間偏少少少少的格 好了 再一隻可以考慮的 留意一下的 就是蟬油波記 蟬油波記 你知道啦 都是現在在做這些 不知什麼時候 做它 去調查GPT給你 I、AI 砰 就會上去 希望就是這樣 蟬油波記 在2月的時期之中 看到它 現在就在這裏 三月份公佈了 去年順利上升了36% 應該是好的 3月之後 那時候呢 3月之後就跌了下來 現在就回到這些位置 3月的時候公佈了這樣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即使現在的位置 跟3月時的位置差不多 那即使說 那時候它公佈了它的好 跌下來 然後上去 那如果繼續做好的話 現在是不是應該繼續 那個盈利 如果什麼呢 應該繼續向好呢 主要就是這樣看 那麼 現在它目前來講 就一定要怎樣 一定是需要 升破了這個位置 升破這個位 升破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升破這個位置 最高位 就是3.4 另外這個隔離 這個開市位 就是3.37 因此我就建議 就考慮 去到升穿3.4 就去賣入 升穿3.4 有什麼意思呢 第一 你保利加通道中軸 是3.37 升穿3.4 就是升穿保利加通道中軸 那升穿保利加通道中軸 的時期之中 可能是會 今天應該一定升不破的 希望是用三日之後 或者兩日之後 會升破這個3.4 這個位置 那就好了 當然 也希望最近日 這個價錢 不要跌得太多 就是這樣 指示價等於3.2 目標價等於3.65 3.65 4.7厘 幾少有的 就是科技股都可以派息給你 還有4厘多 4.47厘 沒有大行對他的研究 也沒有大行對他有推介 歷史波幅是59.7% 啤帶系數是0.47 那麼52州的低位是0.97 52州的高位是4.15 好 好了 接著我們看看 這個買賣守則 這個買賣守則比較重要 今時就是 不要想了 見到目標價 就看看 可不可以再估出 如果見到這個指示價 即走 那就是這麼多 再看看這個 過往那幾天的表現如何 第一 中海油 那就是 入了 因為說11.78 那 今天呢 最高便是11.8 11.76 入了 今天最高便是11.8 今天就入了 就是這樣 希望守得住 這樣 上面看 是12元的 那 就只虧於11個 只虧了 就為它等於11.5 啊 差8 分分鐘 我想都是要虧了 這隻 第二隻 那第二隻呢 就是金曆泳池 金曆泳池 那時候呢 建議的買入價是13.6 那 一直都沒買入到 沒買入到的 那 這個是11.09 指導指示上網 15.4 另外 有一隻 是葵程 建議呢 是蓋成建議呢 是蓋成284元買入 我想九成九買不到 了 因為現在跟著 都滾下來 那 再其次 有隻是12.500 是這個 是中國有色金屬 中國有色金屬 建議是3.79 賣入 上升了 去之後呢 那 就是 將那個止蝕架呢 移到3.79 那 如果不是有一個 這樣大跌市 等等 應該就算數了 因為我去到3.79 我已經是 這個 維持了那個 是 不用虧了 平手走人 那 現在看看都是不好 了 最高見的3.9 現在都滾下來 那我都看了4元而已 那幾個仙都不給我 所以今天就糊了它 好了 在現價走了 那另外有一個是 就是 建都即場版 建都即場版 就是這樣 死貨了 那在7.8 是買入了 那最高見到7.9 那便買了 買了 買了之後 又跌下來 嘟 那跌下來 就是預主起7.6 指蝕 最低見到7.57 三線之餘 斬頭 所以這也是這樣 再另外有一隻呢 就是 東亞銀行 建議起11元是買入 那 一直都沒有買到 那所以就沒有了 另外一隻就是廣氣集團 就2238 建議起5元 0.08先買入 那一直是做不到 那現在跌下來 那我想過幾天 這裏都是買不到的了 投資真的有風險的 也到達市下